東鐵線過海 前一天 斜向來 售票機路線圖 可能第一日薪時間表及終點閘 剛好星期日 大小親子鐵路有 新鐵路吸引大家對鐵路興趣 很多人前往會展開金鐘站拍照留念 疫情加上下雨天成為新景點 不論男女路少都拍照留念 東鐵線有車廂迫爆提示 車廂的緊急逃生指示 售票機路線更新了 車廂來的宣傳廣告 這不是馬拉松比賽 市場搭手班列車的建議 聽說最後大堂只留下一隻靜默的孩子 月台上有時熱流非常 車廂有時逼爆 通宵等手班車外 有車迷更辦保隆慶祝 有人更大收藏前往一起拍照留念 我日指示看新聞感覺那種熱流 東鐵線過海珍的士新旅程碑 普通等分別不大 頭等分別很大 過海雖然只是一個站及5分鐘 單程車票也要11.5元 借過價錢和過海巴士相約 首日人流 港鐵線直至下午5時 新站會展站有超過42,200人次出入 陷站有38,600人次 金鐘站有65,500人次出入 因為過海車費較貴 如果指示打卡 就記得不要出閘 並留意2.5小時的入閘超時負加費 如上水上車 我考慮久龍塘月台閘口出閘 再重新入閘 車費會便宜一車 2022年5月16日 首個上班日 人流表演、港鐵公佈 截至下午5時 每間閘共有超過25,800名乘客人次出入 紅磡站有56,100人次 金鐘站則有9,500人次出入 2022年5月14日 東鐵線列車上 往事只能回尾 金鐘站 水沂地 店豪空 demande 我лож egy 2,8人次出入 金鐘忍 Rough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